感觉天要塌下来了 我要切胆了 医生说我的胆里面有很多的结石 如果不切除的话 后面有很多的后遗症会出来 我反问医生 我说可不可以用一个排石的方法 他说胆和肾是不一样的 现在你的胆的容积力只有33% 而且里面的石头呢 已经很大了 基本上是排不出来了 最大的那一颗呢 有11乘以8的一个大小 而且那个胆的一个厚臂 是达到很厚的一个厚度 他说血液这个胆呢 基本上坚信是一个作肺的一个作用了 我在回想 我说为什么我这段时间会肠胃啊 会不舒服 医生说这个有可能 就是因为你的胆引起的 其实呢 我也知道我有胆结石 但是我不知道有这么严重 所以说我要等到中秋忙完了以后才过来的 没想到给我一个晴天霹雳 要切除我的胆 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 我感觉整个天要塌下来了 因为我不了解这已经是一个什么的情况 大家可以告诉我吗 现在帮你入院 看进一步的检查 用我们南方人说的一句话 身体是最重要的 你挣再多的钱 也没有用